菩提道次第略论 诸位法师慈悲 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首先请大家发起菩提心 为了利益一切如母般的友情 而来听闻此法 同时能够如理如法的听闻 各位请分道讲义290面 接着看第四段 九种住心前前需一次升起的道理 这个地方事实上就是反推 九住心 这个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要达到这个目标 往前推 它前面有什么样的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一定是层层的 升起 有这个1 2才有3 4有3 4才有5 6 5 6才有7 8等等的 这样一路下去 看他这个文 预生此心 预生此心 须先升起功用 持续依止正念正知 令陈调等不相顺品 无法阻碍 升起能住 常时至三目地 此即第八住心 预生此心 这个此心指的是地球住心 我们刚刚讲往前推 所以我们希望达到第九住心的标准 那么须先升起功用 什么功用呢 就是底下介绍了这个第八住 专注依取的这个情况 就是持续依止正念正知 令陈调等不相顺品 无法阻碍 就是说这个正念正知啊 能够持续的这个升起 那我们知道这个第八住心 所谓专注依取是什么呢 我们再回忆一下 就是说他那个内心当中的 不管是粗的陈调 还是细的陈调 那都没有了 他能够任运的 第八住心是任运的 安住在这个正念当中 那这个就是 这个持续依止正念正知 令陈调等 陈调等这个不相顺品 跟这个审慕他 不相随顺的品类 无法升起这个阻碍的心 因为他能够任运的 升起这个正念 所以升起能处 常识之三末地 因为任运的 所以能够常识的 这个安住的三末地 能够升起 这个就是第八住心 那这个看下段 此与第九住心 随皆不为三末地 之不相顺品 陈调等所阻碍 乃于此性 虚无间断 依止正念正知 顾名 作行 或有功用 同样都是没有违系的陈调 跟第八住心 跟第九住心 都是一样 那就是说 都是一样不被这个 三末地的不相顺品 也就是陈调等所阻碍 八九住心都是一样 都可以说是一种 完全没有违系的陈调 但差别在哪里呢 第八住心 还必须要有 很违系的作意 那第九住心 是完全的任违的 所以这个 然以此 此的第八住心 必须无间断的 依止正念正知 这个就是一种 违系的作意 那么透过违系的作意 是他的这个内心 乃至违系的陈调 都不会升起 那这个叫做作行 他还必须要有 假借违系的 正念正知的造作 尤其是正知的造作 所以称为作行 或称为有功用 这个差别在一个 一个是 第九住心是完全的任违 那完全的任违之前 当然必须要有 第八住心的 先有违系的 这个作意 久而久之啊 慢慢这个违系的作意 都不需要了 那就提升了 变第九住心 记得看下面 往前推 第七住心 最极近 而生死心 于胜细为 沉调等事 亦须即刻灭除 而不忍受 故须递出 第七住心 我们再回忆一下 这个第七住心 这个最极近的 这个心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内心有 这个维系的 不是粗的 维系的 这个沉调快升起的时候 那个势力 有点点冒头的时候 它这个 第七住心的 这个政治力量很强 马上把它转掉 好 那 七跟八的差别是什么呢 第八住心是 违系的沉调 那个势力快升起 快要升起都不会有 在第八住 而第七住是 还会有时候 会有一点点 快要升起的 那个趋势 但是呢 第七住心 马上就把它转掉 好 我们先了解 它的基本状态 所以就像这个文所说的 生此心 生这个第八住心的时候 好 那必须 之前呢 在升起 细微沉调 等 势力时候 好 这个重点是势力 好 维系 这个 还没有真的升起 它那个势力 快升起的时候 那必须要即可灭除 而不忍受 好 那这个就是 第七住心 好 接着往前推 又生此信 须先了之分别 既虽烦恼 所生散乱为过 后已 距离政治观察 令信不散 彼儿 故需第五第六住心 好 看到这里 我们再回忆 第五住心 跟第六住心 第五住 调伏 第六住 这个激进 第五住心的话 调伏什么呢 就是说 它破 我们先讲 它的这个量 它是破 维系的 这个 沉默 第六住心呢 是破 最急 破那个维系的 这个调局 差别在这里 也就是说 前面这个 这个 这个 初住的这个 内住 到 第四住 那么 这个进住 它重点 都是在往内设 往内设 增强正念的力量 往内设的时候 到第五住心的时候 这时候 这时候发现 因为前面是往内设 所以呢 会有 维系的沉默存在 我们前面讲嘛 太内设 会有沉默 那为了破除 这个维系的沉默 所以呢 这个 将心稍微高举一下 那破这个维系的沉默 那这个 就是第五住心 那第五住心 因为将心稍微高举 破沉默 这个时候 能到第六住心观察 这个时候 因为心稍微高举 所以会 还有会 一点点的调局 维系的调局 所以第六住心 这个 急进 就接着 把这个维系的调局 给破掉 好 这是第五住 第五住 破维系的沉默 第六住 破维系的 调局 这个我们先 先回忆一下 所以再看这个文 所以又生此心 这个第七住心 第七住心 我刚刚讲 就是沉默跟调局的势力 不要说升起 他势力 稍微发动 马上就转掉了 这个第七住 最急进的心 必须先了之 分别 还有随烦恼 所生的散乱为过 这个所说分别 跟随烦恼 指的就是沉调 这个两个都是 属于水烦恼 那么也是一种 散乱的分别 那这种散乱呢 是过失 就是第五住之道 沉默 维系沉默 第六住之道 维系的调局的过失 那么因此之过呢 后以距离 政治观察 力量 这个正知的力量 是很强而有力的 那么令心 不散彼二 彼二就是指的 就是这个 沉跟调了 所以必须第五 跟第六住心 第五破细 维系的沉默 第六破维系的调局 底下结论 此二借由 聚立正知成半 所以呢 第五第六 这两住心 都是有距离 有力量的 这个正知 才能够成就的 其实 我们可以这么说 第五第六第七 那么 乃至到第八 都是要正知 不断不断去检查 然后去转 只是说这个正知的力量 是越来越维系 那烦恼是越来越淡 五六七八 到第九都任运了 第九等时就任运了 然后 五六七八 它这个破的这个 又以正知来破 都是要破维系的沉调的 它是这样 第五 破维系的沉默 第六 破维系的调局 第七是破 这个沉调 快要升起的这个势力 第八呢 是连这个势力都没有 但是呢 它就不断地政治作意 保持在 这种 完全没有 沉调的情况下 所以 五六七八 都是这个 政治的力量 只是说 我们讲这个政治力量 可以说比较合格 比较 真正讲到距离 比较有力量的话 是从第五开始 第五破维系的沉默开始 那时候政治的力量 是可以说是有 可以说是有 具力的 政治的 但是五六七八 都是政治的力量 在承办的 看下一段 又生此信 须从心从所缘 散实 能处意念所缘 并于最处 极其正念 恋信不从 所缘散乱 过去第三和第四处 五信 此二时有 比二正念成办 这个第三处 还有第四处 第三处安住 第四处的这个进处 那么这两个 我们先 就是说 先了解 就是这两个呢 就是结论所说的 这两个就是正念的成就 所以整个九处性当中 事先 三处跟四处 是正念成就 乃是五六七八 是政治成就 到第九 就认定 先知道这个大判 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 第三处的安住 跟第四处的 这个进处的这个情况 那么现在定义 第三处的安住 跟第四处的这个进处 我们再回忆一下 第三处的安住呢 就是说 前面第一处 跟第二处 内处跟续处的时候 他的这个心呢 是慢慢慢慢的往内射 往内射呢 但是他那个 他那个粗的 沉调升起来 要经过 稍微久一点 才能够知道 而第三处的安住的时候 是粗 是粗的 不是细的 粗的沉调 一升起来 他马上就知道 然后马上就转 这是成为安住 那么第四处呢 成为进住 进住就是说 这个 他这个安住的这个正念当中 力量更强 怎么样叫做更强呢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在前面安住以前 第三处 以前 包括第三处 他指持这个索严禁的力量 还没那么强 他只是指持这个 粗分的索严禁 虽然说妄想 粗的妄想 这个程调很少 但是他主要的 还是指持的是 粗分的索严禁 到第四个 进住的时候 他才是真正的 将这个索严禁 清晰分明的显现出来 所以称为进住 那同时呢 所以那个在前面 初住到三住的时候 他索严禁 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的跑掉 到第四处的时候 不仅分明的显现 同时不再跑掉了 所以第三住跟第四住 尤其第四住的 这个进住的时候 是正念的成就 前面的正念成就 在后面的五六七八的 接着政治的 更维系的政治的成就 来自第九的任意 大结果是这样 我们知道三四的 第一次 我们看到这个文 六生此心 就是这个 第五住跟第六住心 这个要申请 这个第五的调幅了 第六个这个寂静 这两个心的话呢 必须心从所缘散乱 就能够很快速的 意念所缘 我们刚才讲 正念成就嘛 包括三 包括四 都是一样 跑掉很快就回来 三的安住 四的进住 是一样 很快就回来 所以并于最初 就起正念 令这个心不从 所缘散乱 所以第三第四住心 这两个是由比二 是由比二的这个正念成办 这个时候成就了 巨量的这个正念 所以再往进推 六生此心 去先令心安住所缘 并令住心持续不善 故须先生出二住心 六生此心 这个三四住 安住跟静住的心的时候呢 那么再往前推 必须要二 第二个续住 跟第一个这个内住 我们先一样定 第一个内住 就是呢 透过这个学习之后 透过三四次的引导 学习之后 将你的心安住 在所缘境上 那么渐渐能够安住了 那么这个是 第一个这个内住 接着续住呢 就是接着这个 安住的时间能够更长 比如说内住可能 比如说内住可能就半自相 那么续住可能就一自相 能够安住在所缘境 可以说可以说粗分安静 粗分安住啊 的这个情况啊 慢慢的增加 所以呢 要生这个三四 这两住心的时候 必须先让这个心安住在所缘境 并这个令 并令住心 让心安定到所缘境 安住下来 那这些渐渐的持续不散 续住当中持续不散 所以必须先升起 出二住心 内住跟续住 这是从后往前推 你要成就第九个等持 一直往前推 推到最后 前面的 第一个 这个内住 好的 这个过程 当然 我刚刚讲 这个你要是觉得说 有点生疏 你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前面的 关于九住心的 基本定义 你把基本定义 了解之后 再来看 这个 这个之间的差别 尤其 你在了解基本定义的时候 尤其你要去注意 这个前后的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 再来看这段文 事实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看第五段 总设这些内涵 这个刚好反过来 就从前讲到后面 就是 恶要的 从这个出的 这个内住 讲到最后 第九个等持 的这个过程 我们看这个文 总之 因先一寻所闻教授 有令信善助 他这个文当中 没有标科 没有标九星柱的内容 他其实重点 他就是要让我们跳开 这个九星柱的名字 去看我们的心 怎么慢慢的 怎么得到 舍目他的过程 不过呢 我在这个地方 当然 我也把这个 九星柱段路标出来 我刚刚念的那段 就是内住 就是啊 内住什么呢 就是先一寻所闻教授 比如说你是念佛的 你是修属习观的 修不禁观的 等等的 你必须要 从善知识的地方 听闻 修这个 这个深摩他的教授 然后 对于这个 你所听闻的教授 已经很熟悉了 然后接着呢 将心安住在 你所熟悉的 这个教授当中 你要修空观 你要以这个 空性的 空性剑 来安住 舍目他 也是一样 要把空性剑 先熟悉了 然后才能安住 所以你要先学习 我们不说 不说别的 比如说你说念佛 念佛的时候 所缘禁 是我们心中 佛号的声音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后来发现 有的人 对于所谓 心中佛号的声音 还是很抽象 我就跟他举个屁 好比说 感觉 这个丹田 或者是 横格摸这里 那么有个念佛机 那么这个念佛机呢 他在放 念佛的声音 念佛的声音 就是你自己 念佛的声音 透过这样的 这种善巧方便 去 捕捉 所谓心中佛号的声音 的这个所缘禁 就是你要在 你要在正修之前 你要对于 你所缘禁的相状 要很清楚 你要观佛像 也是一样 观佛像 也是要 这个 透过这个 师长的教授 告诉你 怎么去观这个佛像 从上到下 还是 还是只是观面部 等等的 要教授 先要这个教授 然后呢 你去试试看 然后试试看呢 尤其像我们 尤其像我们这个 出家的这个环境 只要我们不要 常常跑出去 常常在这个山上 用功的话 你试试看 这些 这个古来的这个教授 不管属席 或者不进观 或者是这个念佛 甚至观佛像 等等的 最简单的修身末 它的方法 你试试看 你说 慢慢久了之后 你就达到内住 一般来说都没问题 就是说 慢慢的 那个很粗糙的心 沉淀下来 然后你的这个心 能够在这个索严禁 会有一小段时间的 安住 甚至有时候 可能会有一刹那 或者几个刹那的时间 甚至会感到 很乏喜 一弹子 然后一刹那 但至少呢 会可能会一做当中 会有一小段时间 妄想砸你很少 然后呢 安住在你这个索严禁的教授上 这是第一个 内住 再看第二个 自如所住 瘦瘦思维 令心练能持续而修 这个是续住 那续住的过程就是说 因为你不断的练习 只要瘦瘦思维 比如说你念佛 你心中的佛号 显现出来 然后你不断不断练习 慢慢慢慢的 你很粗重的 昏沉啊 妄想 都没有掉了 然后渐渐的可能你 会有 甚至可能 整个一做的时间 都没有很粗重的 昏沉跟妄想 只要是很粗的 唯一记得先不说 很粗的 昏沉跟妄想 就是都没有 叫做心 略能持续而修 所以叫做略能 就是没有很粗重的 这个 沉调 的产生 大致上来说 都还能安住 甚至 偶尔还能够 就是觉得 身心 这种 有那种 心安的快乐 当然不是真正的 味道滴滴的清安 就是说 随身的清安 身心的突然 一阵子的突然感到 非常清凉 那个 很短暂的 有可能 有多有可能 才能出来 但重点是 它可能 就续读 它的时间更长 可能一支箱的时间 一做的时间 它的 出众的程调都 都没有 或者说很少 就续读 这两个 这两个程序 都是安住的过程 接着呢 第三跟第四 都是升起正念 巨量正念的过程 先看第三个 安住 其后若是正念 而生散乱 因素设心 数念 以 忘失之所缘 第三个 是第三个 安住的 这个程序 你不断不断地练习 慢慢你的心中 警觉性 越来越强 警觉性越来越强 所以呢 之前可能 失去正念 要过一下子 当然也不是拖很久了 可能会隔个几秒钟 才知道 但这个时候呢 等到第三个 安住成就的时候 你的警觉性很快 有了这个 出众的 沉调一升起 你马上就能够警觉 所以叫因素设心 数就是当下 当下就能够 拉回来 不像牵前的 可能还要稍微 过一下 缓一缓才会觉察到 就是马上就拉回来 如果说你能够 功夫到这个 这个在打坐当中 功夫有到 这种程度的话 那可能 就已经成就了 安住 这个安住心的 这个境界 就说你这个当中 已经没有 已经没有出的沉调 就算有冒个头 有冒个泡 马上就能够拉回来 那这个是安住 那这个就是 相当有功夫了 再看第四个 进驻过 进驻的状态 其后更胜 聚力正念 于出令心 不从所言散乱 生正念力 进驻可以说 正念成就了 他这个时候 身体距离的正念 什么叫距离的正念 底下描述 于出令心 不从所言散乱 就是说 这个时候 于出就开始 从这个第四个 这个进驻开始 我们的心 就不会在 就不会离开 所言境了 就 这个也就是说 所言境就能够 在我们心 清楚分明的显现 前面虽然说 也没有出众的 所以说 前面虽然说 这个出众的陈调 也能够马上觉察 但是所言境 对于所言境的知识 还只是出分的 往往大部分 还是出分的 到第四驻的时候 进驻的时候 你对于所言境的知识 已经能够掌握到 捕捉到他的细分 所谓出分跟细分 比如说念佛来说 刚开始的时候 你信中佛号的声音 绝对不会说 像你嘴巴念出来 这么大 这么样的清楚 不可能 刚开始 我嘴巴念 阿弥陀佛 但信中 佛号的声音 可能就一半 甚至有时候 可能连一半都不到 那没关系 前面有说 我们就保持在 这个状态当中 只要专心就好了 不必特别要求 勉强 但久了之后 等到你到进驻 第四个进驻 这个阶段 你嘴巴念了 跟信中想的佛号 是一样清楚的 那么这个就是 另心的不从所言散乱 前面的时候 所谓散乱并不是 天马行空的散乱 而是说 它只能掌握到 初分的所言进 而到进驻的时候 它已经能够捕捉到 细分的所言进 这个时候 它的正念已经成就 身体距离的正念力 那么正念成就了之后 底下就开始 更维系的正知 慢慢要成就 我刚讲 五六七八 这四个心 这个四个心 是政治力量 压越强 压越强 维系的调局 那这个都是透过 正知的力量 所以呢 因为 当然正知力量 你正知要有力量 我们前面有讲 正知的力量 来自于正念 所以前面正念先 已经成就了 距离的正念 所以这个时候 也就 渐渐地成就 距离的正知 所以在五六星的时候 就能够分别破 维系的尘 维系的调 所以 也就是这个文所说的 观察维系的尘调 等 有什么所远近 散乱余处的过失 也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看到了 看到了维系的尘调 前面的时候还看不到 就像我们现在 你说 什么叫维系的尘调 可能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呢 你说粗的尘调 你看得到 但是当你到 这个五柱 五柱心 六柱心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那个细的尘调 那这个时候 就接着要破 细的尘 细的调 因此呢 盛行猛力的正知 猛力 这个正知力量更强 那么因此能够 这个觉察力更强 觉察力更强呢 所以呢 这个维系的尘调 马上就能看到 就能破 所以 到 这个第五 这个破维尘 第六 破维调 维系的尘调 在这个时候 随时说 就破除了 好 接着看下面 第七柱 自应其功用力 重有细分 妄念 所生散乱 亦能随即 察觉 断其 序流 这第七的 这个最极近 最极近 就是说 这个 维系尘调 刚前面 破除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 他还会想冒泡 他快要冒泡 快要冒起来 快要升起来 这个势力 刚刚升起的时候 马上就能够转 那不会让他升起 在有点点失利的时候 就转了 所以这个就是 最极近的情况 所以呢 引起功用力 实际上也是 正知的力量 更加维系了 正知的力量 所以呢 他在 他一开始快升起 就能够觉察 所以纵然由 这个细分的妄念 妄念包括 陈调 所生的一个散乱 这个陈调的散乱 也能够随即察觉 察觉是 这个 这个察觉 不是察觉的升起 跟前面不一样 前面只是 粗分了察觉 他的升起 这个地方的察觉 是察觉他 快要升起了 就把他转了 察觉之后呢 马上断起序流 能够断掉他 相续之流 不让他接着往下 蔓延 这第七个 最极近 最极近 再下面第八个 专注一曲 断引 令性序流 见智延长 不为相为品 所有阻碍 那专注一曲就是 这个 这个第八 助心 就是说 他连这个 维系成调 快要升起的 势力都没有了 完全的就像 序流 像那个 水流一样 延续不断 中间没有干扰了 这个 断除 断除序流之后呢 令心 这个序流 这个正念 这个正念的序流 见智延长 不为成调的 这些 相为品 所除外 他内心已经完全没有成调了 好 那再看下一段 第九 第九 术新的等词 若生此心 立立而休 能得自主 无需共用 便能 承犯 妙三母帝 第九 术新 前面的第七 跟第八 事上 第七是 几乎 就是 维系成调 一升起 一升起 事例就没有 也可以说 几乎是没有成调 第八 术新是 完全没有维系的成调 那第九 术新也是 完全没有成调 但是呢 七跟八 都是要有政治的作义 维系的政治作义 第九 术新就任运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若生此心 那么立立而休 就能够得到自主 无需共用 这个就是 第九术新的等词 他就能够任运的 没有成调了 这个时候就能够承办 伟妙的三母帝 也就是第九术新 不过这个地方所说的 伟妙三母帝 并不是说 第九术新 就是正德舍墨他 还没有 我们后面讲到 其实不是的 第九术新之后 还要再努力 一阵子之后 才会正德 味道地定 舍墨他 这个地方所说的 妙三母帝 各位不要误解 以为他 第九术新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正德舍墨他 不是的 只是说 御界的 三母帝 那这个是 九术新的 升起过程 等于一个大判来说 先安住 他所言进 安住在所言进的时间 越来越长 没有初分的成调 第二个阶段 就是正念成就 正念成就之后 就是你的所言 就是妄想 一块初分的妄想 初分的成调升起的时候 马上就能转 乃至你呢 正念力具足 你的所言进 细分的所言进显现 这是正念成就 在政治成就 五六七八 政治成就 先破 违系的沉默 再破 违系的调局 再连 再破 连这个 这个沉默跟调局 快升起的势力 都能够马上 绝持而转 最后连这个 升起的势力都没有 五六七八 政治的 慢慢的成就 到第九呢 已经不需要 特别 不需要特别 作意 任运的 这个 就没有 就没有 这个 粗息的沉调都没有 然后任运的 像水流 任运的一直转 这个正念 蓄流 不断不断地转 等去 整个 救助心的过程 大概就是这样子 其实 我们学这些 你说好像 跟我们现在的境界 好像距离很远 有人会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用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就像我们 我们在学经论的时候 我们会学 这个 自良位的菩萨 家行位 见到修到 那个 就经位的菩萨 什么境界 学这个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 为了不要 以凡滥胜 就是说 你能够知道 你现在修行 是什么样的境界 不要说 我在打坐 哎哟 好像 有一天做得 非常的好 我是不是得 出禅了 我这一坐当中 感觉身体都不见了 那么 我是不是得出禅了 往往会有 这种错觉 如果没有学习 经论的话 那么别人 再随便找个 什么禅师 再帮你印证一下 那就是出禅了 结果你就也以为 你是出禅了 但你看其实不是 不要说出禅 未到地定之前 还有九星柱 那么九星柱当中 你要先成就正念 然后政治是 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 然后到最后 能够任运的 不需要政治检查 就能够任运的 一路相续下去 那这个都是一个 很精致 而且很漫长的过程 当然另外一方面 除了说 我们知道 这个圣经 除了说 不要以防滥胜之外 再一个好处呢 什么呢 可以升起 我们勇猛精进的心 你看到 这个未来得到 这个禅乐 这个伐喜 实际的境界 会使我们的心 有个追求的目标 我们就很想得到 成就 俱立的正念 愿意维系 俱立的正知 乃至内心的正念 任运而转 我们内心 会闪到 几个好耀 好耀的心 那么对这个 我们对这个羞耻观 就能够很主动 积极地去羞耻 不会被世间八法 所动摇 世间的明文立养 或者这些 五一六成的 攀岩境界 对你来说 就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所以也有这个好处 所以 这个古德说 高高山顶地 深深海底心 你先看到 未来的目标 包括圣道的目标 包括这个地方 所说的禅令的目标 你目标 知道目标是这样子 你就会觉得 就会 升起我们的欢喜心 追求的心 那这个时候 就能够产生我们的精进力 一直往前走 好 再看下一段 这个九住心的程序介绍完了 看下一段 事故未得第九住心之前 诸遇学师需起功用 令心安住三摩地中 所以呢 我们在没有得到 欲界的地九住心之前 诸遇学师 这个遇学师就修行人了 所有修行人都必须要起功用 什么叫起功用 像前面讲的 这个修禅的前方辩 或者像小指观讲的 二十五方辩 修五圆 和无语 修五概挑 五十行无法 二十五方辩 那这个都是要 秉出外援 专心的去修行的 这样的功用 让我们心 渐渐的能够安住在 三摩地当中 下段 得地九住心 以虽不特起功用 另行安住 然心亦能 任应入定 得到地九住心的时候 虽然不用特别起功用 我们刚才讲 政治的绝招 不像 这个五六七八 这个政治 这个力量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越来越维系 不需要 他能够任运的 就能够心安住了 所以这个心 能够任应入定 重得地九住心 然若未获清安 如下将说 或上不立为得 什么他 旷能获得 皮薄舌纳 纵然你得到 地九住心 如果你还没有得到 圆满的清安 或者巨量的清安的时候 底下会分别 如下将说 底下会分别的差别 尚且不可以说 你证得什么他 因为你在 地九住心之后 你也接着在修 得到清安 你才是真正正德 未到地定 才是真正的 正德舍摩他 那正德舍摩他之后 记得在这个 舍摩他境界当中 不要离开舍摩他 然后呢 在这当中观修 能够止观双印 这个时候才是 正德皮薄舌纳 所以 这个路啊 就是很明确的 它的量 是很明确的 我们就知道 现在是什么样的境界 就不会 就不会以凡烂胜 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今天 思维空性的道理 然后我烦恼 好像很淡了 然后呢 心也不动了 我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直观双印了 就是 就是去上圣境 就不会有这个错觉 因为知道这个路 很长 包括九星柱的过程 然后正德舍摩他 正德舍摩他之后 才正德皮薄舌纳 这个时候才是 真正的直观双印 好 我们未来介绍完了 接着呢 介绍卫三 始终具有四种作业之力 关于这点 我们可以参考 我们今天发下去的副表 21 修禅柱心教授 这个修禅柱心教授 前面的话呢 我是把它做个总结 这个 这个根据略论的内容 做个总结 包括这个注意 注意所运进之前 要发精进 怎么发精进 那么注意所运进当中的时候 首先要修正念 那么正念 那么注意所运进之后 就要修正之 辨别成调 然后呢 乃至到最后 已经有 已经离开成调之后 该怎么做 乃至到最后 长时间离开成调 这个九柱心 升起的次第 这个是 根据这个略论 这个生命它这个部分 我把它做个总整理 前面讲 这个前面讲的那些 各位在配合我们这个副表 各位自己再去 再去做 再去那个复习一下 为什么我要做成 这个整理的这个副表 就是方便我们大家去操作实践 因为前面讲了很多理论 不只该怎么做 甚至中科巴大师 在那个文当中 做很多的讨论跟辨析 破除一些错误的思想 那我把这重点抓出来 做成这个表解 方便大家去议词 去操作 那这个地方就不说了 那但是各位可以去看 透过这个表解 你就知道 我之前怎么做 中间初中后 该怎么做 怎么以八段形 破五种过失 这个详细的操作方法 各位去做做看 我们要看 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三十七页 第四段的过 九柱心 六立 四种作意表解 对下面这个地方 那么九柱心 就是内柱到等词 那么 这个 它破除 沉默观调取来说 我们有分 比如说 一到三柱破初成 四五破细成 那么第六七八 字不吝声 字不吝声就是说 它那个正知的力量 很强 能够马上把它转掉 还是要第九 等值任运 没有出 没有这个沉默 调取也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配合六立 前面讲的这个六立 配合 怎么样成就 透过六立来成就九星柱 那功能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九星柱 它的这个特点 就是它的功能 最后就是四种作意 就是我们地下 我们现在所要说的四种作意 就是说 它在这种状态之下 是什么样的作意 这个意思 我们看到 我们配合讲义的二百九十一面 的这个文 来看 卫三 始终具有四种作意之力 分为四段 第一段正文 如声文地中所说 九柱信中有四作意 初二心时 应需立立而修 故有立立运转作意 看到这里 配合这个表 初二心就是 在第一个内注 第二个续注的时候 必须要立立而修 努力 努力做什么呢 努力收射 修射的我们的这个心 之前还有粗分的这个成调 就是要努力射心 让粗分的成调 没有 这个时候谈不上 破除那个很细的成调 就是说 先把粗分的成调给没有 给去掉 这样的立立而修 所以必须有 粒粒运转作意 就是说有很明显的 粒粒运转 就是很明显的努力运转 我们 其实 其实所有后面 都是要 都是要粒粒运转 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 特别 特别要强到粒粒呢 这个 这个是努力的运转 我们举个批语 就像骑脚踏车 你骑脚踏车的时候 刚踏的时候 前几步 刚踏前几步 很用力 等到车子 已经开动了 顺了 后面只要稍微 用力 就能够继续往前走 前面几步 就是粒粒运转作意 前面几步 很勉强 要踏断用力 脚踏车才能动 就是 就是出二星的时候 的粒粒运转作意 意思是一样的 好 我们先下课 休息十分钟 就像这一样的 谢谢大家